胡适一生目光如炬,心明眼亮 他的结论跟海耶克四年后的书的结论一样 有四年七月,胡适在密西坑大学的演讲中说到 整齐化一则必然走上压迟个人发展的道路 则必将阻碍个性的发展和创造性的努力 必将导致不容忍迫害和奴役 甚至导致知识上的不诚实和道德上的伪善